咱们就直接让陈一峰跟你再聊两句吧 也就该选择了啊 那从你的对行政还有人事的 不专业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我心里会有一些障碍的 那再加上你之前开服装店 有过跟营销相关的工作 我可以把营销作为一个补充 他都没把自己很好的营销出去 你说让他来做一个营销 我觉得不适合 我觉得他不适合做营销 因为他不善于表达 其实正如刚才我姐姐说的 就是对于营销这一块 我是不太擅长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可能 让老师失望了 很遗憾 最后一盏灯 别灭掉了 叶欣 你觉得今天全场面试听下来 你学到了什么 各位企业家还是能 准确地发现了 我现在存在一些问题 我希望也是能从这些 我迁缺的这些问题上以后 能更多地完善吧 燕心其实很多老板 其实都挺喜欢你的 所以才把灯一直留到这么久 不要在现在这家公司继续划水下去了 因为作为一个人事 一定要尽快进一家公司至少超过一百人 否则你在这公司待了五年六年 你还是八九个人这种状态 你的人事的技能只是越来越差 因为你的年龄在长 所以不要在那继续划水下去 我觉得他有危机感 他现在表现的这种 使劲地向内收缩 恰恰是他有危机感的一个表现 就是他已经随着面试的推进 灭灯数的增加 不敢再多说多言 害怕多说多错 我看资料的时候我注意到 燕心对于自己现在三十一岁的年龄 也有些焦虑 他也希望自己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能够在事业上寻求一种突破 更渴望通过事业上的突破 能够给自己情感方面 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 刚才企业家们在点评过程当中 提到了一个词热爱 我想说呀 凡事一旦用热爱去形容它 就变得不一样了 先打开自己吧 无论我说的是打开局面还是什么 先让你自己变得更舒展一些 好吗 好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谢谢老师 富永老师再见 多的明确了我身上 现在缺缺的一些东西 需要就是说给自己 更明确地规划以后的一些发展方向